- 贏家看趋势,输家看涨跌,都是陳鋒,歡迎收看台股針對家 外資的資金到底會不會持續流出 我想從台股的一個匯率,新台幣的匯率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周KD是呈現鈍化 很多同事朋友就問了 陳鋒老師,那鈍化是不是代表 趨勢,也就是新台幣會持續性的 流出外資呢,持續性的賣股呢 我想目前呢,以現階段要看央行的態度 欸,央行想不想讓新台幣繼續貶值 以現在呢,油價這麼高的狀況之下 我想維持新台幣的升值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外資呢,有沒有看到,央行說錯了 央行呢,來看看他的態度是什麼 央行目前的態度,我想升息是勢在必行的 那土銀呢,各位為什麼特別挑出土銀 來告訴大家 土銀目前針對呢,欸,房地產市場過熱 這個土地的一個融資呢,他要暫停 這是好事啊 這是好事啊 不會讓市場錢太多嘛 錢太多,這樣不行欸 有時候呢,通貨膨脹的這個壓力呢 可能呢,一時呢,控制不了 所以土銀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 所以新台幣的一個貶值呢 渴望在這兩項的一個利多的因素之下呢 這個趨勢在下週,甚至在本週呢 會稍稍趨緩 新台幣不會再持續的來做一個貶值的動作了 那以整個大盤來說 我想今天呢,快速來做一個結論 我認為現在還是多方 但如果盤勢要更輕巧 要更輕盈的往上來做一個攻擊 各位要回撤一萬七 但陳本老師都認為 這個變數呢 這樣的一個可能性呢 可能機會不會來得那麼的高 但是呢,卻是最有效的一個洗盤 哇,讓大家覺得說呢 台股又要不行了 台股又要崩掉了 台股又無法重見天日 可是陳本老師看市場的整個的微結構 我可以呢,很負責任的告訴你 本週,本週 尤其是2303的聯電 將會來做攻擊 這是一個 第二個,鋼鐵也會來攻擊 也就是2002的中鋼也會來做攻擊 第三個,2603的長榮 也會來做表態 所以現在的這樣的一個利多消息 我告訴你 現階段的一個所有的股票在打廣告 要打什麼?打殖利率 那你認為殖利率很重要嗎? 外資會因為配這8% 配這12% 然後就來買2603的長榮嗎? 我想,陳本老師是投反對意見的 所以現階段的一個大盤 我想 短期的一個倒狀反轉 就揭開了目前台股 將持續性的震盪整理 準備要做反彈的一個格局 你在這裡如果放空 各位,小心啊 陳本老師很喜歡講在前面 在前面提醒你 你怎麼在這裡放空呢? 你現在放空 可能會遭受到損失 如果你不敢彈高空的話 如果你是追空 我告訴你 你可能現在就會受傷了 那為什麼會如此? 我想,最恐慌的時候 你就是要買股票 我想上禮拜 5的時候呢 就已經告訴大家了 我在去年的11月28號 怎麼跟大家說的 那這一波呢 相對低點是17,167 直接上了18,619 整整快要1500點的一個 一個波段的一個彈升 老師朋友 這個如果你掌握到 做期貨的 那不得了 但陳本老師呢 沒辦法在這邊告訴你 期貨上的一個點位 只能夠用一個很客觀 很客觀 什麼叫客觀? 籌碼 就是最客觀的 有買有賣 誰買的 誰買的 最客觀嘛 所以這樣的一個 客觀的一個證據告訴你 去年的11月底的時候 這一波的一個下殺 就是為了接下來 這一波的上漲 我想很明顯 很明顯 那既然都有這樣的一個表現呢 我只能夠告訴你 短線上的一個導狀反轉呢 揭露了一件事情 一個事實 本週 這是上禮拜的 所以本週只要五日線呢 不要隨便的來跌破 那挑戰一萬七千五百點 甚至一萬七千五百點以上的機會呢 絕對是有的 那這攻堅部隊到底是誰? 很多投資朋友會問啊 好像所有的股票都死掉了 都沒有利器了 請問下誰最有機會來擔當這個重責大任 我想剛剛節目前面已經有提過了嘛 2303的聯電 各位投資朋友 聯電在這裡的價位呢 非常非常的甜啊 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已經預告大家囉 這個波動已經開始在收斂了 準備攻擊五十五塊半了 這是給投資朋友賺錢啦 你現在看到陳鳳老師這個節目 你現在看到陳鳳老師在講聯電 如果你手中完全都沒有聯電的 你要不要買一張試看看 讓陳鳳老師就在現在 就在這個節目直播當下呢 你看到大概是4點半的時間 你明天開盤來買 絕對都很有一個空間的 那這空間是多少? 我已經說過了 55塊半 那今天的聯電有沒有很弱? 告訴你 並不會很弱喔 不要看聯電呢 開小高走低最後收尾盤 就覺得它很弱喔 你覺得它很弱 你空下去 我告訴大家 你絕對呢 有機會會被嘎到 所以今天呢 收在平盤五十二塊半 五十五塊半會來 一張試三塊的價差 陳鳳老師給你賺錢的機會 陳鳳老師就是現在 直接跟你直球對決 2303的聯電 你在這麼艱困的環境下 我告訴你 你做股票 就必須要買在別人不敢買的地方 就必須要買在別人不敢買的地方 你看這樣的一個跌下來 波動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逐漸變小了 開始回穩了 各位你看不出來是很正常 因為陳鳳老師知道 這裡面到底有誰買嗎 陳鳳老師也知道 這樣的一個市場的一個輪動 市場上的一個結構 到底誰會來拉 誰會跌 誰會修正 它是一個怎麼樣 不是所有50檔全職全面一起啟動 它是有一個節奏的 那這個節奏踩對了 這個節奏我告訴你 你就有賺錢的機會 你不相信 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我怎麼帶2603的長榮 來告訴大家 今天陳鳳老師看好指數 我看多指數嗎 我看好嗎 我就要買全職嗎 我就要買前鋒部隊嗎 我就要買未來有可能成為主流的 我得這樣做啊 我得這樣做啊 我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去買小型股啊 那個叫不看好啊 那個叫不看好台北股市啊 我看好能夠撼動指數的全職 這就是陳鳳老師的做法 這就是陳鳳老師的一個角度 所以我常告訴大家 2303的一個聯電 雖然惡物戰爭呢 讓它多跌了這兩根 這兩根 可是我告訴大家 這絕對有人在互盤 我直接就告訴你 我直接就讓你賺錢 就讓你明天開盤 就哪怕是買那一張 買那500股 你就有機會賺到這3000塊 你就有機會賺到這3000塊 所以你現在呢 只要聯電反彈 台積電也反彈 我告訴大家 台北股市至少在本週 就穩定度就會相當相當的高了 穩定度就會相當相當的高了 所以你不要錯過這樣的機會 你不要再錯過了 你每一次來看我的節目 我常告訴我的投資朋友 你們常常看節目 然後來操作股票 沒錯 你們有機會賺到 可是行情的變動 就是在那一瞬之間 有時候陳文老師認為 他沒有要拉了 他沒有買盤了 他沒有想要在這一週來進行攻擊 我們就會隨機 而且有彈性的就把它賣了 我們不會一直爆 不會一直爆 除非是很有機會的 那你現在看到這樣的節目 你在想說 那我跟著陳文老師來做多 可不可以 可以 可是必須要有一個震盪 你要能夠忍受 過程中你要有簡訊 所以我可以告訴大家 520塊是終極的一個低點 台積電是終極低點 你敢買嗎 真的跌到520你敢買嗎 如果你敢 恭喜你你成功了 而且你贏80%以上的投資朋友 80%以上的你都贏了 因為為什麼 跌到520 所有的人幾乎一般投資人 我指的是一般投資人 全部都停損了 全部都停損了 所以我告訴你說 目前台積電相對的一個低檔 你就是要敢買 賣壓573到575 那今天相對低呢 雖然有到572 可是尾盤的6408張的一個賣盤 那你有注意到這小細節 明天你敢買 小心你就有機會了 小心是什麼 你要謹慎 你要謹慎 要買要謹慎 沒有我的摳訊 你可以看陳鋒老師的摳訊 怎麼看到 加入我們戰略家的會員 陳鋒老師是受過專業訓練的 專業訓練我的老師是什麼 我的老師是對沖基金的經營人 我沒有跟客戶開玩笑的 所以這盤面上的一個結構 怎麼變化 陳鋒老師呢 雖然沒有辦法 第一時間就在盤中告訴大家 可是我都用 陳鋒老師的摳訊 來告訴我的學員們 你看這裡就在動 我們就是為什麼要做多 就是這個理由 你看這裡即將要拉過哪一塊 哪一個價位即將要拉過去的 我直接坐在我的摳訊裡面 告訴我的學員們 你這裡就是一個賺錢的機會 這裡就是一個賺錢的機會 所以我常講會說 為什麼我們長榮第六次的操作 我們依然還是賺錢 依然還是賺錢 每一次的買盤推上來 我告訴大家 你在這裡跌停的時候 快要接近跌停接股票 是最不對的 是不對的 為什麼 因為誰會來買 你不知道 如果這個下影線 全部都是投資朋友來買的 我告訴你 長榮沒有辦法走出今天的格局 完全沒有辦法 所以每一次的重挫 如果你都去手去接這個股票 我告訴你 是絕大的錯誤 那周富老師是什麼時候告訴大家的 我盤後看完的籌碼 盤後看完的主力籌碼 我可以很負責任的告訴大家 這是聰明資金買上來的買盤 很直接很明確的一個怎麼樣 建議就告訴大家 問題是買在哪裡 買在哪裡 怎麼買 你看我們怎麼買的 3月10號我們怎麼買的 3月10號我怎麼帶領我的會員朋友 來買進長榮的 試駕買進一層 3月10號 接近快要接近快要收盤了 收盤前半個小時買的 我先買一層 各位這裡不是開玩笑的 這裡不是隨隨便便說什麼 試駕兩層試駕一層這樣在買 不是啊 看我怎麼樣做一個節奏 另外一層 我們明天再看狀況嘛 明天再看 3月10號先買一層 157塊 對不對 老師認為他會收158 當天有沒有收158 當天有沒有收158 的確已經收158了嘛 可是我們還是要看嘛 明天第二天的反應嘛 第二天的反應是什麼 3月11號我們再買 一樣 11月16號 跟著11點16分 3月11號的11點16分呢 我們帶領會員朋友來做買進 買進之後呢 停損價是154代表什麼 陳鋒老師對這樣的一個買點 非常的有信心嘛 所以停損價 各位才3000塊的停損 平均價格157塊 的一個長榮 我們停損價才3塊 3除以157 各位幾% 我允許我看錯的機率只有3000塊 我告訴大家 讓老師再次的抓住怎麼樣 起漲點 我們來看一下2603 長榮的一個表現 你就知道為什麼陳鋒老師對於點位上呢 可以這麼精準的來做一個判斷 3月10號買一次 3月11號我們再買一次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是3月14號 所以上個禮拜四 來我們在這裡 上禮拜四3月10號我們買進 3月11號是禮拜五 我們再買一次 結果今天呢往上漲 當然今天的量增呢 是一個非常好的格局 我覺得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他可以收在165塊到165塊半 可是最後收164塊半呢 我認為也是差不多OK啦 可是他的量呢 如果再補多一點點 再多一點點 我告訴你接下來 明天就有機會呢 啟動所謂的高空行情喔 高空行情過幾塊 整個買盤會推升上去 172 171塊半 這裡只要過去 我告訴你買盤全部都來了 所以投資朋友 你今天做多2603的長榮了嗎 如果你今天有做多 為什麼不跟著我們在上禮拜五 上禮拜四來做一個買進 為什麼 為什麼 所以我常常講既然看好 不能只有我們高階法人擁有 我們最基礎的 所謂的標股戰情跟金賺贏家呢 我們全體的會員都要有 所以一旦確定行情是可以 行情是OK的 157元 157塊半的長榮呢 也叫其他兩組來共襄盛舉 來一起買進 來一起買進 所以今天呢 最高來到多少 166塊 166塊 到陳鋒老師的目標價沒 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喔 所以今天很多人 看到這樣的一個走勢 哇好弱喔 攻不過前面好弱喔 會忍不住的想要怎麼樣 放空喔 有在右空的味道出來了喔 右空的味道出來了喔 會收不了喔 為什麼你看 來投資朋友我給你們看了 我們看當日走勢好不好 你看 這種走勢最容易右空了 過不了前面 這邊放空 喔有沒有 這邊呢 會想要再放空 最後尾盤再收回來 讓現股當中都賺不了 做多也賺不了 做空呢 欸我就有機會呢 明天就 或者是後天 就啟動所謂的高空行情 所以殖利率重要嗎 我告訴大家 海運的一個買盤 絕對不是為了那區區的7%的殖利率 很多股票都是有殖利率賠價差 你可以看看過去的中美金 為什麼陳鋒老師不選擇配息 中美金不選擇配息 直接就賣掉了 為什麼 因為他配息是沒有用的 那為什麼陳鋒老師在這一檔 長榮選擇 選擇還不見得一定要配息喔 陳鋒老師會看當天的一個狀況喔 但是如果你今天才買 我告訴你 你的伸縮的空間沒有了 你伸縮的存縮的空間沒有了 所以你要特別特別小心 我再講一次 你現在在一萬七千點 你的操作絕對不是去追紅的 絕對不是 而是看準大盤在大跌 在重挫的時候 你應該是怎麼樣 買進抓機會嘛 你機會要抓住嘛 很多投資朋友怎麼樣 抓住了機會了 可是他怎麼樣 他沒有耐心 或者在盤在震盪的時候 他的股票在看的時候 他怎麼樣 他亂了 他慌了 他慌了 他沒有一個簡訊能夠告訴他說 這裡不用擔心 這裡有陳鋒老師幫各位看 所以你看這是距離上一次第五次的操作 第五次的操作 有沒有看到 140我們在什麼時候買的 146塊買的 我們在什麼時候出 167跟157呢 各處兩趟 各處一半一半全數賣光 今天是最近這幾天 今天是最近這幾天 3月10號3月11號 這是第六次的一個操作 陳鋒老師還是告訴你 你在這裡要賺錢 其實我不太喜歡這種短線操作 我希望是大波段 但是因為行情的關係 必須要每一步走的都非常怎麼樣 非常的嚴謹 走的嚴謹啊 你走不嚴謹 你走隨便買 停損隨便射 甚至不停損的 很多都不停損啊 跌了40%跌了50%都不停損啊 就這樣受得了嗎 買到了有賺錢 不會賣 那等同於沒有停損嘛 沒有停利嘛 一樣的道理嘛 一樣的道理嘛 賣出去再買回來 73塊的自行一樣嘛 我們在87塊全數出清嘛 賣掉之後還有相對一段高點 留給高人 留給高人 但我們該賺的一段獲利 我們全數來做一個掌握 這就是功利 這就是功夫 這就是功夫了喔 所以接下來我告訴大家 鋼鐵還是一樣 現在沒有人在講鋼鐵 鋼鐵好慢喔 對不對 鋼鐵好慢喔 可是投資朋友 中鋼 就在本周 我認為他就是會直接過39塊 你看 從去年的12月15號告訴大家 在這裡告訴大家 有沒有 當時還在34塊 已經來到39塊了 你說沒有辦法賺錢嗎 你說錢很難賺嗎 這錢會很難賺嗎 你會去買友達嗎 投資朋友你不要去買友達 你不要去買友達 不要亂買啊 友達叫亂買啊 友達叫亂買啊 不要去追友達啊 我們來看一下 上市到今天相對高點是多少 38塊9啊 快要將近39塊 這一來一往 大概4塊半 快要將近5塊的一個價差 你有掌握住嗎 投資朋友我常常講 在陳鋒老師的節目裡面 絕對都可以讓你賺到錢 只是這中間的震盪 你要有摳訊 你才有辦法呢 抱得住 這就是萬七的常態 沒那麼好康啦 買了沿著五日線噴啦 買進去沿著五日線噴的一個情況呢 已經不是在這17000點 尤其是多頭的結構調整中 會發現的 會發生的 不會是這種狀況 沿著五日線啊 它一定是上下震盪波動非常大的 這邊你需要的是什麼 你需要的是有遠見的一位分析師 是有市場經驗的分析師 是可以告訴你市場的結構 市場在玩些什麼的 能夠透過節目 能夠透過抠訊來告訴你的 讓你有信心的 不是一而再再而再 一直看一直看 你看這些 陳老師我告訴你 陳老師告訴你 你跟著戰略家來做就準沒錯 準沒錯的 開始獲利了 開始獲利了 準備要突破了 第一檔準備要突破的鋼鐵股 我可以讓你知道 我可以讓你猜 問題是你怎麼買得下去 你買下去 你有沒有抠訊來協助你嗎 我常講協助你 陳鋒老師都是協助大家的嘛 你賺錢我就賺錢 正向的對不對 正向的對不對 所以光輝歲月 你們想知道哪一檔嗎 最後的鋼鐵人 鋼鐵人的最後戰役 你想要知道嗎 恐慌買股之後是不是會噴 今天已經開始在動了 光輝歲月今天也開始動了 我想誠懇的邀請投資朋友 一同加入陳鋒老師的台股戰略家 讓陳鋒老師告訴你 台北股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到底是在玩什麼花樣 玩什麼把戲 玩到投資人都喪失信心了 玩到投資人都認為台北股市非常不好做 並沒有 那是因為投資人都沒有辦法提前佈局 提前佈局 沒辦法幹錢 也沒有辦法及早的佈局 讓這些主力幫陳鋒老師的會員 一起來做一個怎麼樣 抬交的動作 我想所有的朋友 最喜歡投資股市就是怎麼樣 我能夠滴滴的買在40塊 然後跟著主力一起拉到60塊 這是投資朋友最想要的 也最喜歡的 陳鋒老師在協助在幫忙的就是這一塊 所以接下來主力手碼可以掌握在你我的手中 讓陳鋒老師呢 助你一把加入台股戰略家 怎麼加入 怎麼加入 請先加入陳鋒老師的LINE AT跟TG LINE AT跟TG 趕快來做一個加入 成為陳鋒老師的會員 讓陳鋒老師呢 來幫助你 來協助你 戰勝台北股市 這節目就到這裡 明天下午同一時間 台股戰略家 我們再會 拜拜